老闆老闆 你有看到最近民进党有推一个统议书 什么统议书? 在高中生之间广为流传一个叫做青年扶勤统议书的文件 让高中生以上的学生去签署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讲什么东西? 他大概就是在说 如果台湾有遇到一个特殊情况 因应特殊需求 协助政府避难、引导、社区关怀、公共服务等等 行政资源等等的东西 当然我猜大概包含打仗 这什么叫等等等等什么东西? 就是有很多范围 所以就有很多可能性 你知道在这个新闻出来之前 其实台湾那时候在讲一件事 你知道921是什么日子吗? 921大地震 你知道自从921大地震之后 921这一天其实对于台湾来讲就是一个 大家会把这一天当作一个 特别是需要去注意的一天 为什么?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这一天我们要有很多的 比如说像是这个灾难训练啊 就比如说防灾演习 或者是灾难发生了以后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或者正在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避难 那你知道今年的921的这个所谓的防灾日 你知道 就早上一大早 大家一定会先收到一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提醒还是简讯 你的手机就会大响 就是你平常真的要地震的时候呢 手机从来不响 但是像这种所谓的预警啊 演习啊 或者是说在试验的时候 你的手机一定会响 反正921那一天呢 大家手机先响 响完之后呢 这个在那一天的时候呢 这个民进党当局 他们就找了几间学校 来做所谓的防灾演习 然后在这个防灾演习当中 你就看到很多那个学生 就配合啊 哦地震来的怎么办 我们要躲起来 然后发生事情了 我们要怎么急救 怎么协助警察干嘛的 你知道在这一天的时候呢 也就在今年的那一天的时候 他们找了AIT的人 一起到现场去观摩 说这个我们的防灾演习 是如何做的 而且除了AIT的这些官员们之外 你知道他们还找了谁吗 他们找了一个组织 这是美国的一个组织 好像我没记错 叫做美国价值的一个组织 你知道这个组织干嘛的吗 就是你只要在这个地方 发生战争之前 通常这个组织就会进驻 像之前在乌克兰的时候 就俄乌冲突发生之前 这个组织就进驻到了乌克兰 后来果然你看俄乌就发生冲突了嘛 所以这个组织那个时候呢 就是进驻到台湾来 然后再来一件事情是 你知道吗 他这个所谓的美国价值的 这个组织 他还和这个卧草 他们一起出了一本书 你可以在网络上免费下载 你也可以在线下去购买 他就是告诉你 战争时候的我们要怎么去避难 或者发生战争的时候呢 我们要如何协助警察 军人啊等等之类 就是你知道他是所谓的什么 防战避难手册之类的 所以你知道其实呢 你在回来结合这个同意书 你就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他的套路是一模一样的 我先给你一个同意书 我问你愿不愿意 但是我不会告诉你说 这个是为了暂时准备 我要让年轻人上战场的 他会告诉你说呢 你是为了协助这个所谓的防灾 你是为了协助当台湾发生 重大灾难的时候 你可以去帮助大家 你知道其实人都有一种 我觉得这算是慈悲心吧 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发生一件事情 一件重大灾难的时候 大家都会愿意去帮助别人 大家也都愿意呢 去协助他的人 从这个灾难当中去恢复 若纯粹的只是为了所谓的 有灾难的时候 大家可以一起共同的 比如说维持秩序啊 发放物资啊 或者是说对一些可能这个 受到灾难的人的一些照顾的话 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 可是你就会看一看 你就越来越觉得说 他里面的那个内容 你就觉得不对 那个感觉你就是要叫青年上战场 而且你知道吗 就是台湾去年的时候 才通过一个关于这个后辈法条 那个后辈的法条呢 他就明文规定 16岁以上的 都是他们可以被动员的对象 所以你想想看 再加上这个青年的这个同意书 你不觉得这个一整个后套下 你就发现到 民进来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他那个所谓的40万民兵 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在做 他不是告诉你说 我们是为了暂时准备 他已经告诉你 这40万民兵 他们已经在准备 面对的呢 就是要把这些年轻人 把他们送到战场去 我只能讲 其实年轻人也没有那么白痴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一个同意书出来的时候 刚好前几天 这才发生联合利剑逼啊 就是大家马上就立刻联想到 就那个警报就响了 哎呦靠呀 这个扶勤 这个看起来好乃怪怪的哦 然后大家就开始害怕嘛 然后就网络上 就有一些文章开始出来了 就问说 这个到底是不是要去打仗啊 然后开始就会有影片出来 如果有机会 我就要那个剪辑了 顺便上一下那个影片 你是说那个高中女生是不是 OMG 我不要 你是签同意吗 不会啊 我不会啊 OMG 这怎么这样好可怕哦 就是高中生大家看到 也想说 What the fuck 我才不要签 叫赖仙德先叫他子女回来 我再签 你知道最扯的是什么 后来有这个民意代表 就民众党的民意代表 去咨询顾力熊 他就问他说 那你儿子他们有要一起去做 去签这个福情同意书吗 你知道顾力熊结巴 他就讲说 这个也要看他们的意愿 这个 如果他们愿意 对不对 这个这个这个你知道他就这样结巴 反正我是觉得啦 明眼人都知道啊 就是签下去 你就错赛了啦 但我凭良心讲啦 就是哪怕你不签 民进党当局都有本事让你上战场 我们讲一个例子 就讲俄乌冲突 乌克兰的例子 你知道一开始打仗的时候呢 就都是军人在打 然后呢 到后面 因为军人快速消耗 我这样讲算难听啊 但是他就快速消耗 他们兵源不够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当街抓撞钉 就像当时49年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那个时候 那他们就开始在路上就随便抓撞钉 你知道就是多扯 在基辅吧 反正就在乌克兰的时候 那些年轻人 比如说像你这种 有没有 正正常常的年轻人 有手有脚的 但是你可能 不是会被叫招的对象 可是他现在不管了 就现在看到你 你是个男的 你有手有脚 你好好的 你去 比如说你去演唱会 那种几百人 或者几万人的演唱会 他们就当场在路口 把年轻人就抓走了 我觉得 就怎么讲 大家不是都会说 民进党现在推民兵吗 对啊 所谓的40万民兵 就我在讲的东西是 就是 女生通常不用上战场 理论上来讲 他们那个牵的也有包含女生 对 然后再者 是 因为 如果以国家系统 是可以找到各种 就是所有的人的资料 对吧 但是如果以民间系统 是不行的 对 那有没有可能 他们就是要故意 在民间设一个组织 然后收集大家的资料 然后到时候要打仗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民间组织 去构筑这个民兵的信息 可是他不是民间系统啊 因为他是教育部 发出来的东西 那搞不好 就是教育部 有跟这个 某一个系统合作 你知道各资这个东西 上面 虽然那个上面 民文有跟我们说 说什么 各资不会外泄 但你以为我都知道 谁相信呢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写白讲的嘛 对 这各资的东西真的是 哇 我有时候觉得很可悲啊 你说前两天有个新闻 说台湾的国防单位 这个防卫单位呢 他们你知道 把这些军人 情报人员的外资 不小心都寄信寄出去 你知道吗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在 网路上可以收到这些东西 你就会发现 其实所谓的各资不外泄 有的时候其实 你知道 不一定 我觉得各资这个东西 先不要扯台湾 是不是各资真的很薄弱 没有一个地方 我相信没有一个地方的各资 是找不到的啦 一定可以啦 我跟你讲 因为那些骇客太厉害了 对啊 各资这个东西 老实讲就是 唉 不要多想 我觉得更符合 就是用民间系统 去包揽这个兵 如果是政府 去管送这些兵的压力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们前两天 我们不是在我们 海峡蓝蓝包 有聊到一个吗 就是聊到像什么 沈柏阳的黑熊学院啦 还有那个 陈柏惟的什么 台湾铁山防卫啊 还有那个 吴依农的 这个什么 重货台湾 你知道这些都是 现在都是所谓的 民房组织 他们都是 私人单位 可是呢 他们好像 似乎 因为我看网络上 很多人都在讲 他们是可以跟 这个政府申请预算的 就是你知道 它有点类似 外包的那种概念 就为了比预算 包给你们这些单位 由你们来训练 所谓的民房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 这又是另外一个闭环 就是你看 我又有预算可以给到你们 我又可以养这些单位 这些单位呢 又会帮我拉票 然后呢 又可以帮我训练民房 一举两得 对 而且主要是这些私人单位 就是怎么样 就是他们 假设真的 签下去的年轻人 我相信一定还是会有人签 你知道吗 就是 有啊 你知道 很多但有人签 一定还是会有人签 当然我相信是少数 但一定会有人签 签的这些人 就是坚持的爱台湾啊 你知道吗 这群人会怎么样 有没有可能他们是傻 傻不傻不重要 但他爱台湾啊 这是事实嘛 你也不能否定说 可是老师 如果说今天 我完全不了解状况之下 我可能也会签 我就觉得说 如果今天发生灾难啊 我想帮助别人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 是这种心态的 没有 因为大多数的 因为他们学 你知道同才之间 会讨论这件事情 就你要签之前 大家在班上 就会跟老师说 老师 这时候要打仗了 一定会这样 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 我一定会第一个讲 你就是那个屁孩就对了 我就是会第一个 讲出这句话的那种 所以大家一定都知道 但一定会有那种 特别爱台湾的人 我相信一定有 就像大陆一定有 那种特别爱中国的人 就一定有这些人 当然大陆是多数 台湾是少数 台湾不想打仗 好不好 台湾这些特别爱台湾的人 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这些年轻人 搞不好 因为是民用机构 然后到时候真的打仗 原本那些学生 16岁 因为高中差不多 15 16 差不多 那个年纪 他们还没有那个年纪 还没有当过兵 我现在民间主角 我先发你们两把枪 一定会啊 然后你就跟他说 到时候大陆人过来 你看到这事 反正你是学生 他们不会动你 我跟你讲 这个不成立 前面我觉得我OK 就是说我给你们两把枪 但是你说 你是学生 他们不会动你 这个不成立 因为你只要到战时的时候 你只要手上有武器 你就是武装人员 他们一定会动手 就是我要讲的 就是他们会跟你这样讲 但是实际上不是就对了 而且搞不好 因为他们是爱台湾的嘛 他们甚至愿意去牺牲嘛 对不对 我是相信他们的啦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应该有玩过战争游戏吧 有啊 你对战争游戏有狂热吗 就是我超喜欢玩这种战争游戏 像那个什么 就是那种第一视角啊 然后那个什么枪击啊 刺激啊那些的 那种我都还好 你还好吗 对 你知道我有认识一些人 就是他们很爱玩这种战争游戏的 他们疯狂到他们就觉得 对没错 我们就是要打个仗 就是他们也会认为说 好像现实的打仗 跟玩游戏的那种战争 概念是一样的 就你知道就是挂掉之后就可以 游戏结束再来 recover的那种感觉 我有发现有些人是这个样子 还蛮多数的啊 这是有趣的行为 就是因为我们活在了世代啊 本来不能说没有战争 但是我们周围就是没有发生 就是我们离战争非常遥远 对所以就是 虽然我们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 但我们看不到 对 其实现在你说网路媒体现在很发达 然后你每天可以看到那种战争的影片 说实在话你也看不到太多 因为你没有兴趣的不会点进去看 对没错 你只有有兴趣的 这种战争很狂热 然后点进去看就 哇大杀四方好爽啊 那个鞋一直乱喷这样 哇只会有这种人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一天当你是里面那个主角的时候 就一点都不爽 等他上去才知道啊 就人都是这样嘛 就是大家像网友一样 你们没有参与到这些事情 就你们没有参与到我们在工作的内容 你们就都会觉得好简单 哇就随便坐着录一录就好 都不用做功课 小编为什么不露镜 跟妈的露个屁啊露镜 万一出去被他打怎么办 你当我其实讲露面这件事情 这点偏题 但我觉得我可以聊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不露面有一个最大的原因 对我来讲是最中性的原因 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 让别人在网上批评 那是真的 因为如果我露镜了 就代表说我把我的那个 台独小编的盔甲卸下来 你懂吗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小人色 就是你知道他的那个 他的面具要拿下来了 我那个可以讲你们骂我的时候 我会说反正那是我的人色 你们就会骂吧 对吧 但是如果今天真的 我人出镜了 我就不会觉得这是人色 所以他说小编好丑 我心情就会很差 哇就他妈的一群网八蛋 那是什么小话 他们没有办法认知到你到底在干嘛 就像你前置有点小跟人家吵架 不是我 跟我没有关系 你老公啦 你老公小跟人家吵架 就是那个我也是觉得 我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那个人 你们吵架的那个对象 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不是因为他根本不想做 他就是躲在大陆 然后呢在网路上面 录一些影片 而且你知道最好笑是什么 他是AB版的 就是他在那个大陆放的东西 你在台湾是看不见的 有些他会放在台湾啦 但是有些他是就只有放大陆 但也有可能你会说什么 因为这个需求啊 或市场切割啊 但是你看我们的东西 一般来讲 在台湾一定是最完整的 在大陆会因为某些原因 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 他一定会有点修整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们一定是两边都一样 但那个人 就是他摆明百分之百 他就不想要在台湾做事 然后呢但是呢 他就在大陆吹得自己 好像了不起似的 就是你知道我可能看不起这种人 但是我会觉得我不想理他 但我老公就 政治狂热者 我只能这么讲 老实讲 这个太偏题了 但是因为主要是因为 刚刚那个战争那个 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 就是基本上 签下去就完了啦 然后也不会有大部分的台湾的年轻人是没有要签的 但他现在停掉了 他现在跟你讲说 因为这个反弹台湾 因为被你怕很惨啊 而且你知道那些民进党的这些官员们 这些民意代表们 你们拿着台湾吃冷血馒头 然后你们的小孩勒 小孩勒在哪里 出来一下溜一溜好不好 没有就躲起来 因为你看连高中生都 我到时候如果有放那个影片 你们就会看到 就是连高中生都说 叫赖青的儿子先出来 赖青的小孩回来 抓回来 抓回来台湾 他的儿子 他签下去我就签 而且他躲在美国 你知道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台独人士 他都常年躲在日本 然后他对于台湾后来选上马英九之后 因为08年是马英九嘛 然后台湾选了马英九之后 他就很生气 他说我再也不回台湾 我觉得台湾没有救了 今天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 你躲在日本是没有事情的 然后你还在那边鼓吹台湾要发生战争 你知道这个人有病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状态 你知道大家会说什么 你就是一个想要靠这个赚钱的人 但我讲过好几次 这个频道真的没在赚钱 真的 很可悲 很可悲 然后大家会说 你那么爱中国 为什么不去大陆 可是我就在想 你要知道 如果真的哪一天武统了 苏恒也不一定是可以跑的那一个 我跟你说我一定跑不掉 要搞不好被炸死 而且你知道我跟我老公 讨论过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有天真的开战了 因为你知道我认为了 如果有天开战的话 我觉得大陆对于台湾的这个战场的那个想象 一定是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 就不是那种用轰的 不会像是加沙那样子 我就直接用炸弹 我管你里面的平民怎么样 我把你全部轰一轮 然后我再进去 你知道其实对军人来讲是最安全的 我把你全部轰一轮之后 我再进去 基本上非死即伤 所以那些你如果在什么 假装你是民兵的这些武装人员们 根本都没有存活的可能性 这个对军人来讲是最安全的 但是我相信大陆如果有一天两岸发生战争的话 他一定大概就跟耳无冲突的那个战争的方式是差不多的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这样的状况 其实两岸的战争时间会拉长 你想想看今天你是黑熊部队 或者是你是所谓的爱台激进分子 你打不赢解放军 你要做什么事情 就一直补兵进去啊 兵远就拖时间啊 能拖多拖多久 对啊 可是你摆明打不赢了 你现在你也知道 你的人数有限 你想想看嘛 两千三百万人 有一大部分人跑掉 留在台湾的可能是老弱妇孺 真的能够进去支援的很少 你觉得完了大势已去 你要怎么办 你知道多数的人会有个想法 就是那我就找我可以对付的人出去 谁 同派 他第一个想到就是找同派 你知道那时候 所以马英九那时候有讲过嘛 他说他到时候 一定是会被第一个掉路灯的人 教授不是很生气吗 哪能得到你马英九啊 第一个掉路灯 怎么都会不会是你嘛 但是你知道就是 其实所有的同派都有个觉悟 就在台湾岛内的同派 一旦发生战争的话 可能 可能我们不会在这个枪林弹雨之下 怎么样 但是呢 那些激进分子呢 一定会找同派开刀 尤其是 在镜头上面出现的了 所以你没出现也好说实在 对啊我是在保护我自己啊 哇你真是 大家都觉得好像我很没有脑一样 我只能跟你讲 我比你们有脑太多了 我都是已经够死好 我的未来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要躲起来的状态 真的打起来 我不被打死 我现在是大陆人也得罪呢 对解放军看到我的妈 这个小编嘴很臭哦 对不对 把我掉起来 台湾的看到我 这小编好像有点偏轻松哦 所以要掉起来 很臭你都要掉起来 对啊 反正这次不要弱脸就好 躲起来 所以你不觉得在台湾岛内的同派 其实很危险耶 超级危险的 对啊 你们会签那个资源书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是高中生 跟我什么关系 你妹妹她们啊 你妹妹不是还是有吗 没有他们都大学 你们大学也有签啊 真的吗 我跟妳讲都不会签 我已经问过一轮了 大家都不想打仗 所以你知道哪怕 我之前不是有讲过 我跟妹妹 那时候我问她说 就是如果时间回到 2024一月份的时候 要投票 因为她是投科问者的 我说如果现在 我们再回到那一天的时候 你会投给谁 她说 我应该会投给赖清的 哪怕我问她哦 她都不会签 嗯 我跟妳讲 投票是投票 这个理智的时候 还是很理性的 我觉得这有一部分是因为 大家投票的时候 根本没有意识到说 投给这个人 到底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谁会 正常人哪会去踩车这件事情 其实是 所以这就是民主选举 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对啊 所以就 我是这样想 就是 如果 真的要打 知会一下 给我们个sign 是不是 就像那个俄罗斯 我就直接大军压在边境的时候 然后在演习 你就知道 哦哦哦哦 我要跑了 不会啦 我跟你讲 就是我们暂时还觉得 两岸还没有冲突到这个地方 可是我跟你讲 未来不知道 不知道都已经开始战备了 就是一直有在战备 但已经战备到这种程度了 我觉得就是越来越危险了 我也觉得 你都已经连16岁的人 都想要拿出来当兵了 我觉得真的很扯 而且他是不管性别 当然现在有人讲这个两性平等 男女平等 女生都给我出来当兵 对但是 你知道我高中的时候 我上军训课 哪怕我高中大学 但也可能我是特林 因为我女校毕业的 我没有拿过墙 你有打过拔吗 嘿 哼 我也没拿过拔 哈哈哈哈哈哈 你没有打过 你军训也没有打过拔 我去12天 军训课 我是说你念高中或高中大学的时候 军训课 没有啊 都没有打过拔 没有啊 那我到底动员16到18 这动员什么意思的啦 我就跟你说我这种就是 我很来上战场 你懂吗 就是我就是补充兵 我那个名字就叫补充兵 就是负责扛东西 过去给人家的 那补充兵是补充兵役 不是补充食物 我们那时候有负责 你懂吗 就是负责搬弹药啊 我们有做这个训练 训练搬弹药 训练搬弹药跟 那你是没当过兵啊 我没有当过兵 那个弹药 他拿的方法是有一定特别的手法 真的吗 因为每一个东西 中到一个会死人 所以你最重搬过什么 你有搬过什么 我记得我们之前搬那个炮管 好像要四个人搬嘛 那个炮管 中到靠北 只有炮管 他只有管哦 四个人搬 好重哦 有可能是会补充兵比较烂 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 可能正常人家讲两个人就可以 可是我们那时候是四个人搬 那时候四个人搬 我都在最后面偷懒 你知道吗 就是我有一点就是 卸力 就是没有出力 我知道为什么要四个人 因为他要预防当中 有人跟你一样偷懒 你知道那种拿很重的东西 是会有一种无力感 嗯对 就是他拿的时候 你用力抬 你也不会觉得 哦你真的有出到力 嗯 所以我就觉得那干脆不要出力 你就让别人出力 对对对 这是我人生准则嘛 但是你知道吗 你是我唯一一个听过 就是补充兵要搬炮管 我听到的补充兵 我问他们不知道你们在干嘛 他说做两件事情 第一打扫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肯定 没有还有什么挖泥土 哦我知道有 就把这个A挖到B B再挖回A 对对对对 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吗 因为怕你没事干 不是不是 就是到时候 就是可能你老公有没有 上上场想死掉 我要挖那个坑 然后把它埋进去 再把它补回去 有没有可能你跟他威琪 没有没有 我会负责埋 哈哈哈哈 危险啦 危险啦 大家不要打仗好不好 真的 真的 要小心 就是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做个结尾 就是年轻人啊 爱台湾吗 爱台湾就给签下去 男生女生就给签下去 我觉得不是爱台湾 我觉得这是害台湾的 说真的 我觉得爱台湾最好的方式就是 不要让赖清德拼命的乱讲话 不要让台湾变成美国的奇迹 我觉得这才是爱台湾 这你就不理解了 这边我讲这个可能会被ban掉 但我先讲一下 在台湾很多年轻人的思维 因为他们受到民进党大量的教育 他们又还没有说自己去学一些东西 对不对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们认为的台湾 并不是中华民国 哦 我懂你的逻辑 对 所以我所谓的爱台湾 根本不是那一个什么 要不要打仗啊 或是两岸不和平啊 什么东西 他们要得那个爱台湾 是偏台独一点 你知道吗 那我觉得他们就应该勇敢签下去 因为他们就你知道 现在新闻都会在那边洗 赖清德言爱讲 台湾早就已经是主权独立了 对他们会一直讲这种话 年轻人 你知道年轻人就不看新闻 他们直接看一秒钟两秒钟 我看到这句话 哎哟这个标题 我觉得很棒 台湾独全独立 哦原来如此 你知道最近有个民调 就讲说赖清德 这所谓的互不隶属的这个说法 就是这个大陆无法代表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的这个说法 你知道获得百分之七十的支持 我觉得很合理 因为这其实跟你知道吗 就大家的理解是一样 对国民党 国民党的教育也是这样啊 没错 这不是只有民进党的国 国民党的国 不是民众的想法 就是所有人 台湾所有人的想法 我可以理解啦 没错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意义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正确的 但是呢 对于台湾民众来讲 赖清德讲的就是对的 对啊 我赖赏 我大哥 对不对 对啊 但是那他勇敢啊 把家人带回来啊 不会 台湾人就是赖赏的儿女 他现在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儿女 去上场场 我觉得也合理 大家长嘛 我没有这个爸爸 不好意思 我没有这种爸爸 不好意思 台湾的大家长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我觉得最应该的 就是把他有血缘关系 好不好 你们没有血缘关系的 把他有血缘关系的教育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我跟他讲到他的家人 都在台湾的时候 他讲话就不会这么 这么有底气了 我觉得不对啦 他就不会这么有底气了 而且他讲话不会这么的就是 是一厢情愿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 最后做一个小总结 就是我发现这个签署这个东西啊 其实台湾跟大陆的差异真的蛮大的 因为大陆可能多数人会去签 不要说多数人啦 好不好 他们就算只有40%的人签这个东西 都很可怕 对啊台湾人搞不好连妈的5%都没有 真的我还没有问到哪一个人会跟我说我会签 我刚说我刚说一定有那种很爱台湾人 虽然我相信有这种人 但我没看到 对但是真的 我到现在没有问到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讲说 他一定会签 我相信可能有人签啦 但是但是就是真的很少 因为你知道台湾人真的 你真的爱台湾到要打仗吗 我倒是觉得不至于 而且台湾是弱势方 谁想打仗 其实是 但我完全无法理解 就是你知道当全世界看到大陆的时候 都会觉得这个 有的时候讲话要稍微掂量掂量 哪怕连美国面对大陆都觉得要掂量掂量 到底为什么台湾人会觉得我们一定可以打仪 没有 这件事就证明了 台湾人根本没有觉得我们可以打仪 他们只认定大陆不会打仪 就是我们一切依靠的底气来自于大陆的战略定律 我们一直都是靠大陆 你懂吗 就是从始至终 大家好像都会觉得 我们跟中国没关系 没有 我们的中心思想都是靠着中国 这其实是 我们大陆的爸爸不会打我们 我们大陆的爸爸会让利给我们 我们大陆的爸爸会保护我们 对台湾很好会保护我们 美国今天想对台湾干嘛吗 你要先问大陆爸爸 真的 乌克兰想对台湾干嘛吗 你先问大陆爸爸 俄罗斯讲对台湾干嘛吗 你先问大陆爸爸 你知道就上次那个BB code事件的时候 就是那个以色列用那个BB code去炸叙利亚的时候 你知道所有几乎只要在讨论这件事情的台湾人 第一个反应就是 那你要问问看大陆同不同意啊 所以我的反应就是 好啊你要对我们恐怖攻是不是 你问问看大陆同意 你知道我们现在就维持一个恐怖平衡 就是他们既想伤害我们 又想保护我们 哎呀好开心啊 但是也没有 你知道从头到头都没有想要伤害台湾 是台湾自己就是 你知道一直挑衅 没有伤害 民间 民间 民间想伤害我们可以吧 那也是 政府想保护我们 民间想伤害我们 那是真的 这样可以吧 这个逻辑是对的 那今天的节目到辈子结束了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一键三连哦 拜拜 拜拜